说到砖瓦 你想到的可能是四四方方 有着千古一律 一成不变的砖块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 这也是砖 这是有着超过一个世纪以上历史的砖窑场 所烧制出来的砖雕作品 看似简单 却超乎你想象中的不简单 传统的瓦窑 其实是早期台湾社会最主要的建材 从台湾的北部到中部到南部 其实这种瓦窑是非常多 是很多 因为大家过去的建筑方式是草屋 慢慢的变成 比较有钱就改成砖屋 红瓦屋 那在它的演变的过程 应该是说 后来日本他们过来之后 他们已经马上咬进来 灯咬 台湾因为我们烧这个咬时间比较慢 稍一咬出来大概要十五天至两个月 过去咬比较小一点 那所以时间稍微比较慢 让日本他们这边在台湾建设需要用大量的砖 所以他们引进比较快速的咬进来 那在我们来说 瓦窑反而就是这种砖的提供就变成一个 比较 没办法提供大量的生产的速度了 所以变成以红瓦为主 三合院的建材为主 但是其实在过去 这种建筑材料的改变 对瓦窑的生存是一个危机 但是因为环境时空一直在进步 那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那个砖瓦窑的演变 砖瓦窑因为从日本人来引进马拉雅 灯窑 然后台湾这边就慢慢改良成八卦窑 隧道窑 所以现在最快窑就是碎碎到窑 所以在建筑用红磚 瓦窑就没有再提 就比较少提供建筑红磚 但是它只提供清水磚 比较有土机使用的专类 练土机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土加了水之后 经过链土机它是两个轴心去做碾压 让土跟水做初步的一个紧密紧实的动作 然后再经过礼带输送进来这个自胚机 自胚机它主要的方式就是利用旋转跟挤压的方式 还有抽除空气的方式 让这个土 让这个 整个土从散散的那个土壤的状态变成很紧实的一个土条 那这个土条经过链土机挤压之后 它会从这个出口出来 出口出来这个地方它是有不同形状的一个模具可以更换的 那如果说今天需要做这个比较薄的 像比较薄的这个磁砖 我们就是它会有一个模具的出口 它就大概控制有一个30公分 大概厚大概1.5公分这样的一个模具的形状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链土这个自胚机 它是因应需要什么样不同的线材去更换这个模具 然后出来之后再用钢线机来切除 切出是要适当的这个长度 那这样就完成了土胚 土胚之后再次一落一落落出来 落完的土胚要干嘛 做完土胚之后落来的程度就是要做阴干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瓦疗 这个瓦疗你们会觉得里面很暗对不对 然后两边又很低 那为什么瓦疗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做出来的这个土胚不能日晒 也不能这个风吹 因为我们做建材最怕的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有裂 有裂有破 如果说在阴干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太阳晒或是说风吹得太大它可能就会均略 那这样做出来的品质就不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瓦疗里面都暗暗的 尽量避免让尽量减少阳光的进来 然后做得低低的尽量让风 强风有强风的时候吹进来的风尽量降低 那这是整个为了应应这个阴干的过程的这个环境条件 所制作所出来的一个工作场面是这个样子 为了让塑形后的胚土可以在适当的湿度和温度中阴干 暗暗的窑场公寮里不太通风也没有太多光线 工人站在阴暗的公寮里将每一块砖瓦切割成应有的规格 一点细节都不能马虎 经过入窑烧之后再将它们放置降温 一切都为了让砖瓦烧之前后 能呈现最好的色泽还有品质 那像这种传统龟仔窑 传统的瓦窑跟一般的那种烧砖的那种隧道窑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像我们这个瓦窑它里面所烧制的东西 所烧制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样 像比较传统的建材像清水砖 板瓦 切花针 洋瓦 这些龙龙种种其实我所知道的就有十几样 那这些通常我们就是用这种传统的瓦窑来做烧制 那这个烧制的过程其实很长 用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很不符时间效益的 所以说像一般在烧咬的时候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烧木材 那烧木材的作用 是先把这个叠咬叠进去的这个土胚的水分先把它烘干 所以烧咬的温度它不会烧很高 大概300度左右的温度而已 然后慢慢烧 可是要烧一个月 要烘一个月把里面的这个土胚的水分才烘掉之后 然后才会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我们叫公烧 公烧就是要把那个烧咬的温度提升 让原来是土胚嘛 原来那个黏土做成的土胚 让它烧解成红砖的颜色 可是这个燃料会比较 以现在来讲比较特殊 我们现在烧的是烧那种稻壳 稻米打掉的外面那一层壳 我们叫粗坑 这个烧更久 这个要烧两个多月到三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说整个烧咬过程 从开始烧木材到烧粗坑 就要经过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那这一段时间的话就是 烧咬师傅就要上班轮 完全不能停火 然后那像烧粗坑这个阶段 就要烧到1090度 这样的一个温度 才能把黏土的土胚烧成 砖坏这样的一个橙色 而且因为 因为这个烧咬它的温度 是很缓慢上升的 所以说我们烧出来的 不管是清水砖或是齿砖 烧出来的颜色 跟一般我们盖房子那种 砖厂做出来的红砖颜色 完全不一样 那像很多那种 不管是古蹟修护或是那个庙椅修护 它们需要比较暗沉 比较古色的这个建材 那只有我们这种传统的药材 烧得出那种东西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传统建材的部分就是 因为现在的古蹟修护 其实还很需要这一块 它有些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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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漂亮 像木雕啦 像石雕 我觉得像砖雕也有 那只是说一个艺人机会 我们想 这些这么漂亮的东西 都是一些有些人 才能说有些人在看 影响 我们没有菜 还会在家中 还没拿来看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们想 不然我们用砖头去磕 把它磕成一个东西 让人家能够欣赏 因为我们是做砖 那如果是我们是木雕的话 我们就把它拿来做 做品厂 所以行业别不一样 那我们就用砖来表现 所以慢慢慢慢就 这种东西 市场修行不错 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第一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 我们这种砖是很硬的 很坚定的 又因为现在实用的人 越来越少 我们就体会到说 这种人 就这种 应该让更多人 来了解这个东西 因为我熟悉就让学生都不知道了 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东西 那所以我们想 我们应该去推广 那藉由生活化的东西 去让人家去注意 然后注意之后 记得来聊一下东西 那当然是学生 那还是他们未来的 他们现在设计师 他们应该 只要知道这东西 他们就会设计 那学生也是我们未来的 买家吧 我们的老闆啦 年轻人都是我们的老板啦 所以我们想 我们要推广这个东西 所以也是 借着社区终点营造 这样的互动模式 慢慢的 由社区出发 到学校啊 到开始推广这个 生活化的东西出来 请不采取更多的 请不采取更多的 小政典 做压力力的 做压力力的 做压力的 尽力的 做压力的 做压力的 我们这次真的 做压力的 做压力的 那我们也算是很幸运说 可以参与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它其实有点像在玩的性质 其实我们也不会说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因为像我们来这里做 我们会觉得说 这里好像也是像家庭一样的一个感觉 好像在做自己的工作一样 因为这里的话说实在 我们老板都是让我们自由发挥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很像一个家庭的那个感觉 所以工作起来其实是蛮愉快的 三河瓦窑场园区内 有个户外散步的地方 利用多余未使用过的瓦当和铜瓦当作素材 把户外区布置的古色古香 坐在冰凉的砖块上 欣赏一旁的旧铁桥风光 还真是惬意呀 美丽的风景带步走没有关系 刚刚李妖主提到的文创商品 才是园区内最受欢迎的地方 结合了休闲 产业 文化 教育 李妖主和创意总监 将快被人们遗忘的红砖 变成一个个吸引人的装饰品 从一个名片夹开始 到现在发展超过百种商品 最近甚至进军国际书店 为高雄的文创产业 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鱼变成砖 需要先练土制胚 碟胚银干 入窑烧结等等繁琐的功夫 工作辛苦 但李妖主背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 坚持将传统工艺技法保存下来 台湾的古籍修复需要她 台湾的妙语古厕更需要她 同时她也和一群同好 成立了瓦窑文化协会 将有心维护传统砖瓦文化的力量 凝聚在一起 鸟鸟生起的烟 代表着山河瓦窑 持续坚持不放弃的决心 尤格纳已经烧了一个世纪的龟仔窑一样 继续坚守岗位 用一砖一瓦撑起一片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